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北约都 前面讲 韩信的排兵部阵是滴水不漏 穷途末路的项羽不得不拼死一战了 巨大的战场 近百万的军队集结在哪 他们奔逃 厮杀 呼喊 死亡 场面之恢弘令人动容 那个时候的项羽 他的勇气 他的豪情 他的悲怆 几千年之后 依然可以令人落泪 要理解数千年之前 那个穷途末路的项羽的那种悲怆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我有的时候想 我们读历史 岂不就是想让我们现在的人 融入到古代之中 怎么融入呢 第一种方法最简单 当然是读书 因为我们一读书 就可以让那个时代火过来 对吧 重新在此时此刻上演 但是啊 这种方法往往非常刻板 而且感染力不强 比如说有些人读史记 就觉得很有意思 栩栩如生 有些人读史记呢 觉得万分呆板 这就是读书的一个限制 或者说它的一个缺点 这是第一种方法 那第二种方法是什么呢 当然是想象 你想啊 你读完一本书 然后把书盖上 让自己的大脑去想象 古人的那种 有血有肉的那种场面 过去的一切 是不是重新 就可以栩栩如生的 在你面前出现了 不过呢 你想啊 不管你怎么想 你总无法具体的想到 到底怎么作战呢 这里有什么山 这里有什么水 像你是骑着什么样的马 拿着什么兵器 其实是很难想象的 因为这样的想象啊 缺乏具体的形象 去寄土 去依土 所以这个时候啊 咱们就会想到 第三种方法 这种方法 就是看电影 看电视 你想啊 伟大的导演 可以把一些伟大的作品啊 拍出 然后让过去的历史 重新复活 好比说西游记啊 孙悟空是有种种神奇的 但是以我们大人来看 那见怪不怪 小儿科的东西啊 金箍棒会大会小 还有意思吗 没有意思 但是你想啊 如果我们用3D的技术 用电脑的一些特效 整个写重新拍出来 那你想啊 西游记应该是一个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一个素材啊 最近周星驰一直在拍 西游记的相关素材 你看啊 很有感觉的 所以现代技术 可以帮助我们 把一本书 本来没有的那种东西 就拍出来 重新 让它复活过来 有的时候啊 有的时候啊 原书的精彩啊 我们的电视或者电影 是可以超越它的 不过啊 有的时候又相反 比如说这个书里写的啊 惊心动魄 然后被这个人 这个电影呢 排了个稀巴烂 书中有一个美女特别美 找了一个演员 一点气质都没有 这种非常非常遗憾的 到处都是 不过呢 我这里想说的呢 还有第四种方法 帮我们理解历史 那就是音乐啊 我们知道啊 讲到十面埋伏 就必须讲一首琵琶曲了 曲名就叫十面埋伏 我在讲这个课之前 是翻来覆去 听了数十遍之多 而且看了一些 有关音乐的资料 反正是越看越听 那时候战争的那种震撼啊 就被我想象的越具体 项羽的那种悲怆 我理解的就越好 所以有的时候觉得 音乐好像看不见 也摸不着的那种东西 反而是最好的把古代的情绪 给传递到现在了 那么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十面埋伏这琵琶曲 这个最早的琵琶曲的版本啊 其实不叫十面埋伏 叫楚汉 这个作者呢 叫汤映增 他的外号啊 汤琵琶 一看就是琵琶 弹得非常好啊 明末的王有定啊 写过一篇文章 叫汤琵琶传 说汤映增这个人啊 从小就天赋一笔啊 对音乐的那种理解力 和感受力就高人一等 原文是这么说的 他说 又好音律 闻歌声哲哭 以学歌 歌霸又哭 其母问曰 而何悲啊 映增曰 耳无所悲也 心自欺动耳 你想这是个小孩子吧 小孩子一听到别人唱歌就哭了 自己学唱歌一唱完也哭了 妈妈问你为什么悲伤啊 他说不悲伤 我被音乐打动罢了 一个小孩子呀 没学音乐之前 和刚学音乐的时候 就有如此的感受力 岂不是学音乐的上家材料吗 但是这个汤琵琶呢 他一生啊 非常坎坷 晚景凄凉 大家有时间自己看那篇传记 我们知道明末是战乱啊 他背着母亲 是卖一为生啊 这个时候的汤应曾呢 是耳聋目盲了 眼睛看不见 耳朵也聋了 而且老了嘛 那个鼻涕啊 就不自觉就流下来 所以这人啊 已经无法靠近了 已经很恶心了啊 但是他的那个琵琶曲啊 依然动人心魄 那怎么办呢 这个人我看不了实在 但是这个琵琶 抓他得很好 人们就想了一个办法 在他和听众之间 隔一个屏障 他在屏障后边 弹这个琵琶曲 人家呢 隔着屏障去听 汤琵琶传里头说啊 他所弹古调 有百诗语曲 大而风雪雷霆 与服仇人私父 百虫之豪 一草一木之音 弥补于其声中传之 也就是他的这个琵琶 可以传授风雨雷霆的自然现象 也可以传人的那种愁苦之情 也可以模拟白虫的名叫 也可以模仿风吹过一草一木发出的声音 所以这个琵琶的表现力是非常的好 当然这个唐琵琶最得意的曲子叫楚汉 这楚汉这种曲子 他只要一弹奏 两军决战 生动天地 瓦乌若飞 激战如同在眼前上演一般 你仔细听他弹奏 就会发现曲中 有战鼓雷响的声音 有金声 也就是鸣惊而退的这个声音 有剑声 有弩声 有人马惊动之声 有战争应有之声 无不掀毫悲剧 突然之间音乐又没了 然后悲怆的楚歌响起 项羽慷慨悲歌的声音又重新出现 霸王别激之声 陷入大泽之声 铁骑追赶之声 乌江自吻之声 让听琵琶的人刚开始很兴奋 然后是怒发冲冠 最后都哭成一个泪人 其感人如此 这是汤琵琶传里都写他表演楚汉的一个效果 但是很遗憾他仅仅记录了楚汉这个曲子 谱子没有详细的写出来 一直到乾隆27年 也就是1762年的时候 在一肃子琵琶曲谱中 终于出现了一个曲子 名字叫霸王谢甲 旁边住着 别名叫四面埋伏 也就是说当时还不叫十面埋伏 叫四面埋伏 他还有一个正式的名字 叫霸王谢甲 这俩是一个曲子 到1818年 华秋平编定的南北二派秘本琵琶扑 刊映出版了 这里头开始把这两首曲子就分开了 一首叫十面埋伏 这是北派王军熙的传谱 还有一个呢 是霸王谢甲 这是南派的陈慕夫的传谱 两者开始区分 所以我们现在看啊 这里两个曲子 有联系也有很大的区别了 那么十面埋伏是怎样一个曲子呢 他总共是分十三段 分别是开门放炮 吹打 点将 排阵 埋伏 小战 呐喊 大战 败阵 乌江 真弓 凯歌 回迎 也就是这样十三个部分 他是用琵琶弹出了 从刚刚开始集结军队 到点将 到小战 到发生大战 到凯歌 到争宫 中间的一系列过程 都用琵琶去展示 后来啊 这个版本是日益复杂 有人统计啊 这个十面埋伏的曲子 有三十多个不同的版本啊 什么浦东派 平虎派 崇明派 汪派等等 派系众多 咱也其实不需要了解 也不需要了解的特别专业 其实啊 只要了解一下 他把该下大战的前后 全部弹了出来 这样我们理解了 有助于欣赏 十面埋伏这个曲子即可 我记得我给学生讲琵琶行的时候啊 里头有这么一句话 说迎瓶炸破 水将泵 铁骑突出 刀枪鸣 这一句啊 是写出那种有阳刚之气的这个琵琶声 但是啊 我只能告诉学生 这个句子写的很美 从文学角度写的不错 但是啊 我苦于找不到真正可以让学生去感受的琵琶曲 一直到明末的这个楚汉 其实啊 才有这个机会 接下来啊 咱们完整的听一下这个曲子 在旁边呢 我还写了每一个阶段 大体在写什么 以及它的特色 有助于大家见上这首曲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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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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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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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